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回归的观念 首先我要介绍我们学回归的目的是做什么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探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数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一个叫做自变数 自变数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叫做X 那么硬变数我们常常用的是Y 一变数有的时候也就是硬变数的意思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利用X来预估Y 比如说身高跟体重 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系是 或者是爸爸的身高跟儿子的身高 或者是广告的支出跟销售量 我们了解说中间可能有一些关系事 可是我们又没办法能够找得出来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事 于是我们就利用了一些资料 知道了一些这个叫做广告的支出 我们想要知道说广告支出多少可以预估大概的销售量是多少 是这样的目的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 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要建立一个散步图 散步图我们建立好以后 这个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个回归模型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散步图 这个散步图 很明显的 它有一个向上的趋势 横轴叫做年龄 纵轴叫做胆固存 我们发现了 随着年龄的增加 似乎胆固存有增高的趋势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希望找到一条线 这条线Y等于A加BX 是怎样的一条线呢 就是说这个方程式我们做出来了以后 它未必是每一个点都在这个方程式上 但是我们可以符合现在大部分的资料 能够离它越近越好 那么这个方程式我们就称为回归模型 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 找到了这个方程式之后 那么我们输入了不同的年龄 我们就可以预估胆固存大概是多少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建立直线的统计模型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些基本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这样说的 母体跟样本之间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分开来 这是母体的部分 母体的回归直线 我们用的是一个期望值 这个是条件几率的符号 当X是固定的时候 它是Y 那么这是母体的Y 等于α加上βX 这是我们基本的假计 这是我们基本的假设 这是母体的部分 那么在样本的部分 我们习惯是这样写的 Y hat是指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Y的估计 那么A我们是估计这个α B呢 B呢 估计β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回归直线或者是回归模型 这是一个叫做母体 一个叫做样本 那么我们先要注意的是 一般来说我们母体是不清楚的 我们常常透过的是样本的部分 来了解 现在我要践行的是基本假设 对于母体的回归方程式 我们先写出来 这个母体的回归方程式 这个地方我们还加了一个EI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画一个图 来让各位同学比较会了解一下 这个地方不同的X 我们会对应到一个不同的期望值 每一个当X固定的时候 Y它就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大概是靠近中间的是 它的一个集中的位置 靠边边的比较机会比较小 它形成的是一个常态分配 看这些都常态分配 那么它的期望值 我们把这些点连接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母体回归方程式 那么基本的假设是这样的 它的这个误差 这叫做Arrow 它的误差的期望值 我们预计为0 它的误差的变异数 我们定为Sigma平方 那要注意的是 不管每一个误差 各位同学看 它都是一个相同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 它都是以0为中心 为期望值 那么它的变异数都是Sigma平方 还有一个 Covariance是指的是什么呢 它的共变异数是为0 代表是相互独立的 现在我们进入到样本的回归方程式 样本的部分跟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差在哪里呢 这里是A A代表的是 它的结局 是α的一个估计值 B呢 是β的估计值 εI呢 是EI的估计值 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一个 这叫做 样本的回归直线 回归方程式 那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误差的总和 一定是为0 因为 这条直线 如果说是适当的来说的话 比它高的 跟比它矮的 这部分来说 应该会抵消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这个 平方和是最小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图 来我们看看这个图 黑色的部分 这叫做母体的回归方程式 红色的部分 是我们样本的 那么样本的部分来说 它的这个误差 叫做εI 这个两者之间 可能会有所差距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下一步的做法 首先 我们在建立这个模型之前 当然先看看散步图 看看适不适当 如果散步图的话呢 有一点线性的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线性回归 来了解之间的关系 如果它本身来说 那个样子啊 非常的散 那么基本上来说就不太适合了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是 如何建立回归模型的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叫做最小平方法 什么叫做最小平方法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点 是我们抽出来的点 我们发现它 这个趋势 蛮清楚的 是有点向右上升的趋势 那么我们就假设这条直线 叫做y hat 等于a加bx 这个地方是a加bx啊 那当然的话呢 应该是用写的是a跟b了 那如果以母体来说 是α加β没错 那么我们希望怎么做呢 我们希望这叫做残差 这是距离 距离 我们希望说残差 这些线啊 越小越好 我们当然不希望是歪的 那都差距很大 那么我们残差的总和 当然是零 因为上下 这边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总和势必为零 我们希望残差的平方和 最小 来我们来看看 残差的平方和 我们称为 这个叫做sse sse的话呢 是叫做sum of square 那么就是 希望它的平方的和 能够尽量的小 这个 希望它最小 那各位同学来想想看 怎么样的话呢 来说是最小呢 那么 我们现在再把y hat 再带下去 这是我们的方程式 y跟y之间的差距 的总和 最小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要利用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用 唯一分的观念 我们要它最小 因为这是双变数的函数 所以 对A来唯一分 我们假设A的话呢 是一个变数 B是一个变数 对A来唯一分 我们希望它等于零 要发生极效 势必要这样做 再来对B来说 它的偏微分 也要等于零 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如果说 要发生极大或极小 这一个条件都要达到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 主要是介绍 回归分析的目的 那么我们要 非常小心的处理 几率的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 方程式 我们在以前所学过的 Y等于F of X 这叫做数学模式 所谓数学模式 和为回归模式 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数学模式就是说 当带了一个X的时候 那么Y 就是按照我们的模式 可以去直接去预估 一分一毫都不差 但是在回归模式 不是这样子 我们只能够 大概的一个范围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值 那么至于说 我们要怎么去算 那个方程式 A跟B的一个数值呢 我们利用的是最小平方法 这个在后面 我们会介绍 我们下车的一个小平方法 是最小平方法 并且看清智的一个小平方法